要出什么大事了吗 观众朋友 今天晚上一开始我们看到 为什么美中两国纷纷在最近同步要求 他们的新车必须安装AM的收音机 AM 你多久没有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听广播了 因为一旦发生灾难或大规模的网络瘫痪 只有剩这种传得远 穿透性很强的AM收音机 才能变成传递救援讯息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一切一切难道是在为开战做准备吗 今天马老师要带我们来回顾一下不久前 上周中国火箭军上万公里的洲际飞弹成功试射 直接威胁到夏威夷跟美国本土 现在传出原来解放军还留了一手 留了哪一手呢 背后暗藏了核战危机 三坨台风在台湾打转了三天 但奇怪的是中共的军机军舰三天不来打转 第二个 我们放了两天台风架 中共的军舰军机已经放了三天的台风架 在台湾没有见过三天没看到军机跟军舰来 反而觉得有点不习惯了 那我问你 所有的宁静的背后 难道在酝酿下一场更大的风雨吗 风雨欲来 风满楼 为什么马老师你会讲风满楼 因为一个小端倪看出了超级大的事情 有什么迹象呢 各位观众 一定要听我讲 这个是美国的国会 通过了2024年美车安装AM收音机法案 就是从今天开始 所有美国的新车 一定要有AM收音机 而且由国会两院通过立法 AM不是很旧 你现在听的吗 同一时间 中国工信部强制车载无线广播接收系统 老共的新车也一定要有AM无线电系统 怎么这么巧 都在这个时候 这个事情 大事大条了 你想想看 现在谁还在听AM吗 我告诉你 现在要不就听FM 要不就听卫星广播 卫星电视 更简单 很多人用蓝牙 在车上收手机 很多元啊 谁会去听AM呢 现在已经没有人在听AM了 结果美国跟中国 世界上最大量的国家 居然同时在现在立法 所有新车都一定要清楚地听到AM 老师 你怎么解读这件事情 那当然他们就访问说 天灾啊 我告诉各位 为战争做准备 更惨的是 为世界核子大战做准备 有这么严重啊 因为我告诉你 战争一发生三个状况 第二个状况 电子干扰 通信干扰 卫星干扰 你的什么Broadcast的什么AM手机通通不能通了 只有AM还可以通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炸弹一来 基地台 卫星台全部都完了 通通没有 路都断了 第三个最可怕 核战 核战棒一下 它的那个电波 它的那个脉冲波一出去 所有通讯全部断绝 只有AM还可以收到电波干扰 好 当然这件事情 一个很大的触点 就这件事情 9月25号 中国大陆居然向太平洋 射了一枚这个洲际弹道导弹 各位观众 飞了11700多公里 准确打到夏威夷旁边的换日线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 如果我是从西北或东北出发 走北极上空过去 美国我通通可以打到 好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不但成功打出去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它居然可以搭载 DZF高超音速撑波体弹头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弹头 很简单 这个弹头我跟大家讲 它有个外号叫幽灵 Ghost 幽灵意识就是说 你抓不到 它太快 超过10马赫 快 打不到 无从拦截 第二个 你侦测不到 为什么 什么叫蹭波体 它是用滑翔的 它打出以后它滑翔 对不起 你红外线弄不到我 你看不到我 我滑翔出去 棒 打你 好 这个 还有件事我跟大家讲 我一定要讲 它这你知道在什么东西上发射的 在哪里发射 它居然是用发射车 在丛林里面打出去 告诉老美 核弹一发生 你要把核弹基地 重重消灭掉 门都没有 我是移动的 好 那现在美国国防部情报师 现在警告了 警告两件事情 各位看 这东风时期 是 这是全世界第一枚超高音速飞弹 全世界 2019年国庆的时候拿出来看 是 现在美国国防部的情报官员讲 第一个 大陆有全世界最先进 最多的超高音速飞弹 是 意思说 这超级你不能拦截 我带了核弹去打你 第二个 大陆是现在全世界 核弹增长最快的国家 2020年多少枚核弹 200枚 是 到了2030年多少枚 1000枚 哇 五倍数 到了2035年 1500枚 是 你知道 现在有核弹国家 当然 美国跟俄罗斯大概5000枚 但除此之外 法国200多枚 英国200多枚 这个印度100多枚 巴基斯坦100多枚 它到1500枚 好 我现在要告诉你 更严重就是 你现在大陆 核弹世界追 增长最快 对 超音速飞弹世界最快 老美就说 来我们谈一谈 你不要这么急 你把它压缩一点 能谈就好 我告诉你 双方谈了一个 军控与防扩散的磋商 是 结果今年7月 中国居然给美国说 我不跟你谈了 不谈了 这个军控与防扩散 我不谈了 暂停 谈是为了军控 不谈不就失控了吗 所以我告诉各位 这次让老美 为什么大吃一惊 当年 这个老共会的 不让你知道 我飞弹机体 不知道我的参数 是 我所有的飞弹 都从山西发射 往哪里打 打新疆 只有在 1980年5月的时候 邓小平以 远程运载火箭 发射了东风5号导弹 是 是往太平洋打的 所以那是第一枚 好 他号称打击击准度 可以用手枪 在100公尺之外 打中一个蚊子 这就很准 准到吓死人了 好 1980年 44年之后 习近平第二次 向太平洋 打了一个东风31 这个让老美 我告诉你 非常非常的震惊 最大的危机在于 那一枚朝着夏威夷 南方打出去 1.2万公里的 那一枚洲际飞弹 可以携带核弹头 那你想说 台海跟我什么关系 从头顶上飞过去 老师我问 有没有可能美中两强 为了台海 启动核战呢 我告诉各位 就在这个当头 一个研究报告出来了 日本长期大学 长期是被原子弹打过的 所以要专门研究原子弹的 他一个废除核子武器研究所 跟美国研究所 做了一个研究 我跟你讲 真惊人 他做了五种核战发生的原因 然后预估他的死伤人数 五种情境是什么 五种情境 好 那个 我跟蒋打第五种 对 第五种就是 在台海 美军支援台湾 跟老共开始打仗了 对 老共为了把航母消灭 是 就拿战术性核弹去打航母 因为没有航母 他就赢定了 是 双方发射了24枚 互轰24枚 战术性核武 死伤人数在这里 多少人啊 260万人当场死亡 如果台海爆发核战的话 对 260万人 还没完 如果他核弹打的地方 比如说打台北市 新北市 当地死亡人数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死亡 好 这最严重的 第二严重的是 这个 这个就是 美国 那个北韩 拿核武去打南韩 是 美国就用 这个核武去打北韩 是 老共为了帮北韩 就用核武在反击 连这么可怕的 北韩打南韩 对 那个美国打北韩 都是那战术核弹互轰 告诉你 残死亡人数 210万 是 还没有台海 260万多 太可怕 最后一个结语 我告诉观众 我一定要跟各位讲 他说这都是区域性的 假如 还有全面性 假如世界爆发了 全面性的核武大战 俄乌战争 用了核武 打欧洲 在这边台海 也发生核武战争 万一以色列跟伊朗 也打了核武战争 世界爆发 全面核武战争 会死多少人 他说我们不预测 因为世界已经毁灭 世界已经毁灭 几千枚核弹 在天空中一飞 人类没有未来了 所以今天 一个汽车 居然新车 一定要装AM 各位 天大的警信 所有人都在预防 人类最害怕的事情 是不是要发生了 那还有更多 美中可能开战的密码吗 会将来告诉我们 一句话常常这么形容说 开战之前 情报先行 这么巧 最近美国CIA 开始大规模的招募 中国 伊朗 北韩 三地的情报人员 听完我 念完这三个地方 那不就世界三大火药库吗 你怎么来解读 这一则 非常非比寻常的 真人启示呢 是啊 军相事实上 很多事情 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而且可能一个端倪 就可以发现美中的一个变局 正在展开当中 包括什么 我们都知道 10月1号是中国的一个国庆 没有想到 这史无前例 美国国务院 给中国的这个国庆的 恭贺公文 竟然是没有提早还晚 怎么这么不礼貌 对 事实上 我们知道 我们一般人庆生 提早庆生 哪有人在野后庆生 这更何况是一个国家的国庆 他们说的 2023年跟2022年 都是在9月底 包括9月29号跟9月30号 美国国务院就提前发明 发生了这个祝贺行 没有想到 今年竟然不是10月1号当天 是拖到了10月2号 所以就有人讲说 这个以时无前例 是不是感觉上 这个美中的关系 真的有在持续恶化当中 这个讯息已经出来 没有想到 还有另外一个 更糟糕的讯息 什么讯息呢 CIA竟然在各大的 一个社群平台 以中文 波斯语跟韩语 在发布 要找人 要征求人才 那新英雄说 这三个包括什么 韩语 有的要了解北韩 包括中文 那当然是中国 还有波斯语 波斯语是哪里呢 中东我要哭 对 冲着伊朗来的嘛 所以人家就讲说 这个不寻常举座 是不是代表着 这未来这三个国家 一个间谍战 更要紧锣密捕的展开当中 首尔的一个教授 他就说 美国确信 可能一个集团式的一个作战 因为这三个 我们都想都说 是邪恶仇心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人家就说 你同时在展开 三地的一个间谍 或者是说一个情报人才 他那个真才活动 是不是代表着 颇有当年美苏冷战的 一个味道 而且你知道吗 这一个真人启示上面 他还告诉你说 第一个 我们不一定会回复你 第二件事情 我们也不知道 多久才会回复你 第三件事情 就是整件事情 我们主导放在我们这边 就是你投给我们之后 我们要不要回复 我们什么时候回复 甚至我们要不要聘估 你们有没有被录取 都是我们自己 这边来决定 那你要知道 为什么他们这么谨慎进行终诚考核 因为之前就曾经发生过一个大事 什么叫大事呢 曾经华裔的一个前干员 CIA前干员 一个叫李正成的 这个人呢 早在1994年 他就已经是美国这边CIA 进到美国这个CIA工作 然后呢 他也工作很久一段时间 一直到2007年才离开 就没有想到 不得了了 他2007年离开之后呢 定居香港 结果后来被人家2012年发现 怎么 他的一个相关的资料 因为他后来又回到美国 然后在维吉尼亚州 然后住了饭店 因为他曾经就是被人家认为是 像这种前干员 他们会持续在监控你 后来在他的那个饭店里面 然后趁他不在的时候 进去看他的一个相关的文件资料 发现他怎么已经离开CIA 这么多年 竟然他还有最新CIA的一个情报人员的人员名单 居住地 甚至有他的一个什么时候开了什么会议 跟谁开了会议 他在中国的县民跟谁哪些县民进行一个接触 他竟然有这个资料 这个太非比寻常了 非常的不合理 为什么 你已经是离开了这么多年 十几年后 你凭什么拥有你不被赋予的那些全职 应该看得到的最高机密的名单 跟那些部件网络的资料呢 是而且军上更诡异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呢 我们刚刚不是讲吗 2012年事实上还在被监控当中 就发现他还非法持有这些资料 可是整个案子竟然是在2018年 才启动调查 才被人家发现才逮捕他 然后2019年的5月才判刑他 而且判重刑 因为后来坦诚犯案 他判了19年 所以就让人家觉得说 你是到底为什么这样子 就后来发现 他帮谁做事 他就被帮中国做事 而且你知道帮中国做事呢 他就害了就是CIA在中国这部分 有18名到20名的包括泄民 包括真的是在帮美国CIA服务的 这一些就是一个潜入人员 全部都被一网打尽 所以一句话 太惨了 就是整个美国在中国的情报网 就因为他真的就是被整个击破 所以后来人家就发现说 怎么会这样子 那拖到可能是因为之前 这个美中关系不错 所以在2012年 当时并没有把这个案子 很慎重的看重 后来一直到2016年 川普上来之后 2018年他们才开始收网 才把这个人给弃捕盗案 而盗案判刑19年 但刚讲到了已经导致 中国在美国 美国在中国的整个情报网 都因此而被一网打尽 这可以说是美中情报站 或是历来美国情报站 最大的一场挫败 对 之后美国想要摸进北京 想要掌控北京 再想什么 下一步南上加南 也因此一句话说 料敌从宽 欲敌从严 现在他们开始盯上了什么 中国的留学生 中国留学生 会是披着留学生 外衣的中国间谍吗 是我们都知道 当时在川普 在当总统的时候 他有一个什么千人计议 他们就开始起底 发现中国有非常多 潜到美国的方法 包括千人计划 就是把你的这些 美国的一些教授 收买来 变成帮我中国政府在服务 还有包括什么 派驻这个中国留学生 到美国去念书 你以留学生之名 事实上你窃取的是 美国最高科技的一些技术 以及打探美国相关的军情 所以美国这几年来 也开始慢慢地去搜 就是说这个 中国留学生的大门 已经开始慢慢紧缩 慢慢紧缩 让你很多中国留学生 没有办法真的到美国去 结果还是会有漏网之旅 漏网之旅 2023年的8月 就发现有母民的一个 密切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竟然夜闯美国的军事基地 叫格雷林营 这格雷林营事实上 它就在密切根 而且它是非常大的一个空军基地 然后他们被人家发现之后 他就拿出学生证 说没有没有 我们是误闯 我们搞不清楚状况 我们是迷路 甚至还说我们是媒体 反正讲了很多的东西 就是不讲出他真正的用意 结果后来人家讲说 他真的也有留学生的 一个身份资格 那看起来也都还蛮年轻的 所以就把它做一个记号 就是要持续看住他 但是并没有立即 启动相关的调查 没有想到四五个月后 其中有一个留学生 要飞回自己的中国 然后人家就说 你好像有一些相关 是不是五个月前 你有发生在夜闯 这个营地的事情 他说没有 事实上我们是去那边看刘新 又没有看刘新了 你有这套说法 后来他又发现 看刘新之后就开始启动调查 因为你口供不一嘛 然后就现在被招控 所谓的误导调查 这个情况 现在调查之后发现 事情大条 他们真的有两张军车的一个照片 而且发现他们在网 那个微信上有开始彼此跟彼此说 我们那个照相机 我们手机里面的照片 通通都要删除 结果后来人家现在进一步爬出之后发现 那时候你知道这个营地在干嘛吗 在干嘛 我们台湾的一个军方 就在那边进行相关的一个演训 台美交流就在这个营区 我起鸡皮疙瘩 所以后来就发现 我们搞不好 我们台湾的媒体都不知道 现在竟然发现原来 刺探军机的 刺探军机 竟然就是一个国军的一个受训地 所以大家就发现 这个留学生真的有可能就是假留学生这名 但是进行军事军情刺探知识 另外一个还有发现一个 我们都知道去年 这个菲律宾才说 要让美国这边有五个基地让它使用 结果现在就发现 每个是都比离台湾很近的五个基地 其中最近的离台湾只有400公里 这个省在哪里 就卡加严省 就卡加严省 天哪竟然短短一年之内 涌入4600名中国留学生 都说我要去阿MIA说 你也说你应该是要去守护 马宁拉 热闹的地方 对 好的大学 没有 因为哪里偏远哪里去 来到了这个卡加严省 就人家就发现说 你这卡加严省 为什么你要来这边 后来发现不对 这个当地有两个军事基地 就是未来是要提供给美军 变成是一旦真的发生战争之后 美军可以持援台湾最近的一个基地 所以你说这些真的是留学生吗 还是事实上他们别有目的 请不吝点赞 讨厌